每天都要集中经历工作8小时的上班组们,要怎么受腰腹呢? 长期久坐不动会堆积一圈坠肉,怎么办呢? 今天就教大家三组最有效快速减肥运动,在家练习10分钟就能拥有迷人的身材哦! 1.深蹲 下半身的训练,除了会加大身体的消耗外,还是用来锻炼大腿和美臀的王牌动作。 1组做15次,最少要做4组,抬头挺胸,向前看。 注意不要低头,身体上半身与地面垂直,核心部位腰腹收紧,臀部向后座。 跟坐凳子上一样的感觉,有运动能力的人可以蹲得深一点,尽量扣置心关节不超过脚尖。 避免膝关节的磨损,手臂向前伸直与肩膀保持平行,以便控制身体的平衡。 2.大腿前侧肌群伸拉 深蹲后,大腿肌肉疲劳并紧绷,顾需要伸拉放松,充分拉伸,会有效地帮助我们尽快肌肉恢复。 解除紧绷感,并会有效地缓解运动后的肌肉酸痛。 拉伸的尺度为自己可以承受的酸痛感,保持5秒,然后还原。 垂直站立,小腿向后弯曲,手扶脚背,小腿尽量紧贴大腿,左右脚轮换坐。 3.胸大肌伸拉 这个训练主要是放松伸拉胸部肌肉,垂直站立,挺胸抬头,两手相握,向后拉伸。 过年吃了太多的好吃的,体重也嗖嗖嗖地飙升了吧。 这三个动作赶快学起来吧。 好了,本期节目就到这里。 关注健康心经,更多养生小视频等着你哦。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就点个关注吧。 谢谢大家,我们下期节目见。